中美华人戏剧联盟一连两天四场演出 蝉蝉爆满,吸引了华语观众前往观看 这部话剧集结了洛杉矶地区最强阵容 包括大琪、崔南、赵亮、柯子静、莫娜、戴琪峰、 王杰森等数十位演员出演各类角色 Eddy成也首次有情出演,表现不俗 欢迎歌手彭彭也客串演唱 我们特别有勇气地一连演了四场 但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就是 观众四场一直保持一样的热情 然后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久久不愿离去 然后都特别肯定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原著的那个作品 大家演戏其实都是第二职业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第一职业去养活自己 所以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梦想与现实的故事 现实很残酷 但是我们这个剧团 疯狂话剧团的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戏剧梦 所以为了完成这个戏剧梦 大家可谓是排除万难 然后都为了这个剧团能够活下去 能够非常好的进行下去 就是基本上贡献了自己的所有的力量 疯狂话剧团 疯狂话剧团讲述的是在洛杉矶苦苦经营的疯狂话剧团 又有一批有实力有才华有颜值的年轻演员 但就是没有钱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们有彷徨有挣扎 但最终通过努力还是找到投资人完成了他们的戏剧梦 疯狂话剧团是由杨不悔任制片人 曲美林任导演 汪运斌任编剧 苏金榜任艺术总监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